那你想到觉 你一定就会想到觉正经 我们经体上 觉 正是什么呢 正是平等 平等在正 上面是清净 觉正经 清净是静 平等是正 无量觉 弥陀要见人 光 这横并释放 寿 这树穷三计 横树胶缺 解发解体 举尺体 做弥陀生徒 一记举尺体 做弥陀名号 事故 弥陀名号 即众生 本觉理性 持明 即实觉贺本 实本不二 生佛不二 古音念相应 音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一桩事情 这一桩事情 光 变照是方 代表空间 寿 过去 现在 未来 代表时间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讲 时空 横树 叫测 横 是空间 树 是时间 时空 都是无量 无量 无尽 没有边际的 这是发解体 这是自信 圆满的功德 华音经上讲的体相用 华音经上讲的体相用 没有 没有离开自信 没有离开自信 举此体做谜头名号 法性的名号 所以 所以这个名号 就是一切众生 本具理性 自信 本具的德 用这个名号 深深 把我们 自信 换回来 密教里面讲 三密相应 禁宗 也要讲 三密相应 这一句名号 跟密宗的咒 没有两样 它是凡语 阿弥陀佛 应语过来的 就是自信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阿 五的意思 弥陀是量的意思 佛是觉的意思 那你想到觉 你一定就会想到 觉正经 我们经体上 觉 正是什么呢 正是平等 平等才正 上面是正 无量觉 无量的平等 平等 无量的平等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自自然 当然 当然 所有一切 我都没有了 你就回归到 觉正经了 回归到 清静 平等经了 十九 何本 十本 不二 三佛 不二 众生就成佛了 这叫做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怎么个相应佛 我们从这个地方 才得到新消息了 也就是我们常常 极限同学 怎么 怎么相应 念念佛 清静 平等觉 相应 音相相应 果上就相应 音相是 持 是身 果上是本 是佛 果上是什么呢 大臣 无量受 庄严 就相应 有阴 一定有果 所以我们从经题 你看看 后半部跟前半部 你从这里看得出来 十本 不二 三佛 不二 一念相应 念念佛 念念佛 念念相应 念佛 这样殊胜法门 到哪去找 出禁宗之外 找不到 无比的稀有 难逢 所以我们要珍惜 要真感 阿 尼 佛 阿 尼 佛 阿 尼 佛 4